大家好 欢迎回来《望向编辑部》的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刘先生 请大家记得like我们的视频 最紧要帮忙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另外还有正向部 再加上浪费冷气 也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紧要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今次回来要讲讲相当经典的一次 在2019年11月11日大三霸 其中西湾河、红仔饼、周八均涉嫌 在案发现场想向阿sir抢枪 使出他的宁波微布 再加上龙爪手 那段片大家上网还看到 他的辩护律师还帮他兜 说他不是抢枪 只是想拨开阿sir的枪 他在这情况下中了阿sir的莲子羹 打中他的腹部 其后被控三项罪名 包括企图抢劫、阻差办公 以及企图从合法积压下逃脱罪 他的案件都叫做審了很久 搞了很久 今天终于有那个裁决 他自己也在社交媒体出了帖 他怎么说呢? 他说今天是判决的日子 事件发生接近三年 终于有一个了结 白感交集 都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只是能够寄望身体能够应付往后坏的情况 也担心自己家人的心理状况 年事已高 心血少 已经作出了最坏的打算 最好的准备 多谢这段时间支持过 照顾过他的人 麻烦了你们这么久 希望各位身体健康 远离疾病 能够做到自己想做的事 加油 我都会支持 看到这段时间 我觉得很好笑 三年来说 他们由一个抗争搞事的高峰 到现在了 鸟秀山 又说去BNO祖家 呼吸自由的空气 因为香港已经呼吸不了 香港情况越来越坏 还有 当时整天都黏着他 或者 坏点说一句 整天都拿来借过招 就是阮文安他自己原来都被发现穿桂桶底 老作一些东西出来 去众筹 什么A女 什么曲奇饼 原来不是的 原来是假的 到最后曲奇饼也不用了 直接入钱 原来发现了那些钱 拿去给自己赌码 没有搞错 阮文安在还压 他老婆去了BNO祖家 逍遥快活 接着现在做什么呢 没人知道 没关系 当时就说 阿饼 这样那样 其实黏着你这些阿饼 都是用来扮认支持同路人 要黄来找食 还有 像珠海迪那些 会经常买些红仔饼 送给他 因为他喜欢吃红仔饼 所以他的花名叫红仔饼 当时你们出来大三霸搞事 你们大三霸 你不上班不上学那些 其实是没问题的 但就不要出来像你们在西湾河 那样到处扔垃圾 那些街市的发布交商 就在街上扔 蒙面 穿了一身的黑布装束打扮 在这里搞破坏 搞破坏 搞搞阵 没帮衬 交通警 即是今次案发的阿sir 那来到要处理好 有人在非法倒乱 能够令社会和交通回复正常 这是他职责所在 那你们又去兇他 又去挑衅他 也走去和他来一个肉搏箭 还有一个所谓的手足 抱着他 枯着他 而你还走过去 以为自己很好玩 很过瘾 如果现在中了阿sir的莲子羹之后 又说身体开始出现不同的情况 这是你自己要接受的后果 就不要一直扮可怜 当然有很多人都觉得他很可怜 这些完全是倒果为因 你们现在出来搞这些大三把 是违法的行为 你们去堵路 去破坏社会 影响他人 这些涉及到很多不同的不法行为 如果阿sir来处理的时候 你又不肯走 好 导致到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你又挂人 为何要打你 那为什么你又有手足要抱着他 和他糾纏呢 那你还为什么 在一枝炮出来的时候 指着你 你还不走开 还要用一手扑开他 又说要抢 你说扑 又扑又抢 什么都有 如果中了这一票之后 你自己去医院接受过多少次手术 又说这样那样 也再说自己 今年很多次要进医院 最近一次在七月入院 还说出院的时候 禁食了几天 看重又再跌至51公斤 又说自己全身疲倦 没有什么气力 出院之后也没有什么胃口 去到进食了 即使他这些人的意思 令到同情的人觉得 为什么要打他 还要说到警察很不对 这些我真的不太明白 什么逻辑和什么心态 还有当时的情况 如果你仍然盲目地说他不是来搞事 还要说到他是无辜的一样 你不是对眼睛有问题 你是思想有问题 心有问题 我看到那些很黄的黄媒 那些人的留言 真的令人震惊 抢枪 簡直是震惊 还说那个交通警察 是有心想做低他 说到 你没那么夸张 其实如果真的要做低他 就不是等到那么久才开这一下 他迷来的时候就已经要开 有些人还好笑 就说真的没有动机去抢枪 只是本能反应而已 等于有个神经佬拿着刀 很自然会去抢 即是抢走他的刀 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警察当时是失控 所以应该要去抢走他的刀 你这样也可以 当然他们的辩方也在法庭里 帮他类似去兜过 说到警员 你是不是善良的枪 所以不太懂得处理这些情况 所以太紧张才去这样做 你这样说也可以 有些人还好笑 说现在是人治社会 不用想太多 历史将会还年轻人公道 最重要是保重身体 香港人的孩子 愿一切平安 这些人渣垃圾 这些是瘋了 跟神经病的没什么分别 还在想什么历史还年轻人公道 你想想 现在全部经过法庭审讯 如果真的要屈你们 要继续你们 那便要审讯这么久 有些人还好笑 影片非常清楚 就算 很有趣 就算当时他们抢枪 那又怎样 他是出于建议勇为 我觉得他这样做 是一个正义的行为 似乎觉得他是来救了 他那个被SIR和SIR糾纏的手足 你不是吧 你这样也可以 因为说到底 都是你们在倒路破坏 如果你们好像辩方 还要质疑SIR开枪 是不是过度敏感 再者 你们这些人 看回当时法庭的正宫和影片 亦听到背后有人大喊 不要放他走 因此SIR觉得自己的处境非常危险 所以才把手放在枪柄上戒避 记住 戒避 我们也看到片 辩方还要说 SIR这样开枪 究竟是否用了过分武力 甚至说 SIR开枪 并非正当执行职务 你这样也可以 其实根据警队条例里面也有指出 警员是可以使用一切必需要的办法 来拘捕任何强行抗拒逮捕 或者企图逃避逮捕的人 说回周柏君熊仔饼 他的伤势当时是怎样 虽然我们看到小小的一粒 他落在哪个位置 真是可以导致命运产生很大的变化 他说由于那粒连纸巾 就黏在脊椎 所以导致到骨折 因为我想 就是吸收到震荡 所以导致到骨折 现在来说 他不能够长期站在这 或者长期走 走久一点也不行 站久一点也不行 走又不是坐又不是 所以他的手术之后 后遗症也算是挺频繁的 如果真是轻的话 就可以吃止痛药 如果重的痛得很重要 就要进医院打止痛针 我想应该是孙啡之旅 再者也间歇性地 都要去做一些不同的小手术 所以那些黄友 到了这一刻 都是这么疯的 就是那个视觉 仍然要觉得这些人 是无辜的 他们出来做这些行为 是正确的 是对的 是公义的 其实即使代表 社会上来说 到了今时今日 虽然说疫情方面 令到很多人的生活 或者暴调也有些不同了 但是他们的心底里 仍然是记住这些事件 仍然是觉得对于公义是怎么看的 他们已经是扭曲了 就是你一般的正常人 是无可能想到 你竟然去抢枪 如果你抢枪的话 被警察射射到你 基于警察有一个暴徒 这样困住他 在一个这么危险的情况下 如果也有其他的暴徒 在附近的环境 虎视眈眈的话 警察是不得不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 而且也看到这个熊仔柄的身体 有些人很搞笑 还说他 不要想太多 强壮自己的身体 照顾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加油 即使这些人的白痴程度 基本上连他的伤势都未了解过 只懂得在说平安、保重 还要说到西湾河的阿sir 蓄意想射低他 大家还记得吗 当时许智峰还发起众筹 说要私人检控这位阿sir 现在去了哪 对于这件事 现在许智峰也是不闻不闻 这些人就借你们过桥 哪有心帮你 钱就拿完了 还有剩下的那些 就放在所谓的律师楼里面 这一笔钱 老实说 许智峰不回来的话 就啟动不了 用了都没人知道 谁有权过问这一笔数呢 许智峰 许智峰是否认识这个律师 许智峰会一起开记招 那会不会拿出来 怎样拿 许智峰又不会回来香港 他不签文件 他没有处理 就继续放在他那里 这笔钱 真是形式上 叫做放在他那里 如果他们花了这笔钱 即是用另一个形式 你下去什么河 告他 谁告他 再读一下一些疯狂的留言 有些说 香港人会知道你付出了多少 虽然我们帮不了手 但必定与你同行 这些如果真的被那个红仔饼看到 一定都不知道好生气还是好笑 你怎样与我同行 可能会问 你在哪里 英国 怎样同行 831 721 612 我们会出来的 会出来和大家说 他在捱的苦 和你在做的事 怎样可以双提并论 有些人还留言 被人开枪打中 还好笑 他连打中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打中心口 打到个肚子 还要屈人抢枪 天无眼 有些人还留言 主必保守 正义必成 要去坐牢 怎样必成呢 请问 还有看到这个红仔饼 还在说 什么相亲已经连事已高 心血少 还是怎样 如果是的话 都挺可惜 因为这个红仔饼 还很小 即使很大机会 他的父母 真是老来得子 没有想过 儿子 做了这些事 就算坐牢 可能身体 还坏过他的 连迈的伤亲 因为中了这一刻 你现在才说 你担心家里 什么心理状况 你当初 冲出来西湾河 这样做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自己的后果是怎样的呢 证明这些人 完全是没有想过后果的 都挺惨的 有时候这些年轻人 心智不成熟 年纪可能已经成年 不过心智不成熟 看到这些文宣 以为自己很有英雄感 然后走出来 现在搞成这样 还想埋怨 或者要给一群人 令他觉得 错的并非是我 错的是政府 是社会 不公义 还有警察 一起夹粉 对付他们这些抗争者 令到他们争取民主自由之路 就侄外了 所以那些人还在留言 说什么 感谢他为香港付出很多 这些实在太好笑了 看见到 如果用一个红仔饼的角度 看见都想作呕 好了 这次先说到这里 我们到时看看 判刑究竟如何 我想应该不可能判他 无罪吧 判他原来不是抢枪吧 好了 大家一起留言 多谢大家 拜拜